未來有沒有黑人內褲這樣 做一條內褲 然後下面還要再垂一條這樣 你要穿嗎 大家好啊 大家要抵摸我的陳蕾 那不可以有一個高臨風的 打完疫苗會不會更硬 沒有啊我本來就沒有軟過啊 穿紅甘T馬上被認出 真的嗎有被認出來過嗎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不要被打就好 你女友叫我不要再學我喝喝笑 怎麼可以 聽到這個聲音女孩子都會那個 我母親不准我在後面對外面的女生這樣笑 你知道嗎 女生會動不了 兼職做介紹中古車介紹費並沒有什麼 經驗分享可以學習的 這可以講啊 這其實就是很多中間 我是 覺得 以前覺得做中間的很好賺 然後掉來掉去就有錢賺 坦白說我是蠻不建議的 因為 很難培養自己的客人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車行都很現實啊 他看你是 所謂跑單幫的 他給你的價錢不會便宜 那你有想過一件事情 他給你價錢已經不便宜了 你給你的朋友親朋好友們或你的客人的價錢一定會更貴 所以很多人來問小思說 小思我想要買的車你沒有 你可不可以去幫我掉 我都一律都說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去跟人家掉代表你有客人 對不對 那擁有這台車人知道你有客人 他不會給你便宜的價格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後來我才想想說 再怎麼硬均我還是 存個三五十萬 那我自己還是要買個幾台 便宜的車沒關係嘛 五萬八萬三萬的車開始做 然後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招牌 因為你努力的是自己的東西 不要去跟人家掉了 我覺得掉了賺少少的錢 出問題都你在扛 服務都你在做 所以我其實我覺得那個其實不夠錢 認真講我是這樣覺得 這是我的建議 掉過來又不買 沒有沒有掉其實是這樣子 中午車行是這樣 你去掉車你是不用負擔本錢 就是你跟這個店主熟嘛 那這個東西借我 開去給客人看 當然你要有 一定程度的信用 在這一行裡面 那他就會讓你掉一天 或開出去一下 讓人家看一下有沒有買 沒買再開回來還他 是這樣這叫掉 所以這個 掉要講信用的啊 因為你開出去萬一你這個車給人家撞到出什麼狀況 你要 陪人家 曾經以前那個小時候常常有一些感覺掉M3啊 跟車行掉M3出去 一個迴轉油門灌下去 一放就 甩尾去弄掉 藍腰像香蕉一樣 綠框會香蕉整個彎 剛好那台M3又黃色的有沒有 怎麼辦 我跟你講 通行的行規就是這台你就買走了 不是說我幫你修好就好 這台車我直接就買斷走了 你沒有那樣子的屁股你不要去掉那樣子的車 要不然你會很痛苦 你萬一發生事情你會賠不起 因為你一旦撞到 因為 車行大家很 在意車子有沒有事故過 我一台原版件的車沒有撞過的車被你撞了 那 不好意思買斷你買走 你要怎麼處理都你家的事情 所以吊車是不用的 買斷跟吊車是不用的 所以吊車不用買斷 人家說不買就還人家就好了 之前的Vlog有一度懷疑小思各爾人群恐懼症 我有啊我其實本來就蠻孤僻的 真的啦我的生活是很單純的啦我今天去 Mansic Game他說小思注意喔你不要丟臉啦被人家拍到現在 藝人沒什麼好拍大家都要拍YouTuber我說 人家來拍我還很開心 看有沒有機會拍我小思下車的歐平賽有沒有 還是說這個停泳線 叫做那個走坑 我會說 何泰新車漲價暫時停接單中午車行情看漲 我跟你講 我不是因為我自己是二手車我這樣講你們自己出去外面看我自己 以今年跟去年做一個對比的話 不降反漲這是真的 而且現在 義馬 Now 車正在缺車當中 你上這個拍賣場去看因為拍賣場最準 拍賣場的那個盤我有時候會去看我不一定上拍賣場買車 因為他現在要電腦跳嘛 我以前影片有拍跟大家分享過對不對 看這個禮拜成交的價格都是漲還是跌 這樣我才可以知道我再來買車的一個 動向我該怎麼買 所以 我電腦打開來看我是有點像 看盤的概念 最近最近的趨勢就是這個 車 是漲價的 真的是漲價 不管國產車進口車 那進口車雙B就是因為剛剛講的 晶片有缺 那我跟你講 大家以為晶片是汽車 行車電腦的晶片缺 不是喔 一台車子裡面有非常多的晶片 包含跟車系統 可能包含你的大燈模組 包含你的車身的 電腦模組 一台車有很多的晶片 不是只有一個晶片而已 你像賓氏最近就有一些說不好意思 他本來訂的是這個比如說有跟車的 那他現在就說那現在因為晶片缺 那我現在 到貨的有沒有跟車 那你要不要先交車 那我把這個跟車的 配備錢扣給你 你如果沒有辦法接受 那你就再等 你可以接受你就先牽走 現在有一些新車聽說已經開始用這種方式 用拔配備減配備的方式 減價的方式看客人要不要先把車 因為真的要等太久了 我講過我上個月去問賓氏的新車 他就跟我講說 不管小師哥不管你要哪一個型號哪一款 等待一律是八個月以上 所以現在造成說 有很多的外匯車商都去國外拉車回來 那你知道美國的那一些 外匯車嗎 都台灣人在買 台灣人又去那邊競標 那個車回來都不會便宜到哪裡去 全部都漲價 除了這個晶片的問題 新車買不到 以外 二手車 進來漲價以外 我當地我在美國 我們 也缺晶片 我們二手車也賣得不錯 對不對 所以 台灣人你要來買我的二手車走 我當然是漲價我才要賣你 有人這個市場嘛 供需嘛 再來第二個 貨櫃漲價 船運漲價 價錢又跌上去了 所以運回來台灣是有貨的人 你就有錢賺嘛 所以現在那些外匯車也是有貨的人就有錢賺 再加上一個 新車大多要等啊 或者是 我是拔貴就很多原因啦 除了可能疫情 大家這個 也許有一些人覺得他的薪水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轉往二手車買以外 那還有一些是這個 我想的比較美好是說 大家覺得二手車好像 越來越透明 越來越可以買 所以大家也更願意轉往二手車來買 所以二手車的這個市場 需求也拉高 那當然價錢就跟著被抬起來 我們現場會有網路沒po的車嗎 沒有我們 現場一律網路有po的為主 像今天有一個 客人來店裡他沒有預約 然後他又想看我還沒上架的車 我們就不好意思 第一個你沒預約 那我們也沒有多餘的人力服務你 第二個是還沒有上架的車 我們一律 不會去統計成本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開架 台中有配合優良二手車商嗎 沒有我現在也在 煩惱這件事情 你看這個其實很頭痛 我如果假設我台中要開 或者是我在南部要開 那變成說我 本店這邊的客戶就減少 因為現在很多中南部會上來我這買 我台中開一間就阻斷 那我這邊台北我就不就開天窗 然後再來一個可能管理人員也是問題 因為有時候開分店最怕就是管理的問題 第三個如果你用加盟的 那還有這個 信用問題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要開店其實真的蠻 蠻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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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腳都不晃會怎樣 會喔 會喔會影響到車體喔 因為你到最後 整個斷掉了 你不是排氣管有問題 就是你的 壓在你的樑上面會有問題 引擎腳如果要真的都不會 不晃 晃到 地上 會一直晃啦 不行啦 整顆 引擎腳就在支撐引擎在車體上 四肢都斷掉 你就 起起扣 那整顆會掉下來 以前有發生員工跟客戶上床被file的案例嗎 沒有 我們這個不是健身房 那是健身房 都穿一個背心 有的女的 穿這樣 在那 跳大大大大 在扣上 屁股穿那個很緊的那個在那邊 翹起來有沒有 流汗會散發肺洛蒙嘛 那個人性最原始的 壽性 那個比較有機會我們這個沒有啦不會啦 Toyota close車子如何 沒有啊Toyota車子我其實你有沒有發現我 一般很少去評論 因為他就是一台很盡責的車子 我只能這樣講 你說特別省油也還OK 特別安全也還好 配備特別好嘛普通 就是特別不會壞 大概就這樣 而且 我坦白說我目前這樣觀察起來 Toyota還算有重視他的客戶的感覺 我自己 聽周遭這一些消費者的 反應是這樣 我覺得說 售後服務還算 有誠意在 那我覺得基本上就OK了啦 何泰爛死我妹剛退訂兩個月前訂車 意價6%交車一星期 業務說不能到6% 只能扣4%直接退訂 媽爆他爆料公社給他爆下去啊 我覺得你們都太好客了 合約是簽假的喔 合約簽6%就是6% 你也要照合就走 你是在說什麼 你怎麼都那麼好的客戶 公司規定太多業務賠錢公司也不會補給業務 不行啊你跟人家簽了你就要照合約走啊 這本來就這樣啊 對不對要不然幹嘛簽合約我常常在講這件事情喔 如果合約簽了不照合約走 都可以再翻起翻到翻口 研究立委 叫議員來講 請客要做什麼 警察要幹什麼 這個呼應剛剛有一個網友 他說什麼他被騙去然後跟他說什麼車子賣掉了 然後帶他去別間車行 看 類似同款車 然後賣更貴 後來什麼別間車行談價錢那些東西 我跟你講那個是以前 車商慣用的一個 手法 他這個對應的就是在網路上PO低價 這個我們雖然已經講到PO講到爛了 還是每天都會有人 做這種事情就是 小詩哥 這個比如說2017的這個 馬三要賣60幾萬 為什麼他只要賣40萬 那我當然去看 去看了以後你就會發現 車賣掉了然後帶你去別間 剛剛那台是因為有撞到啦什麼里程比較高什麼什麼 不管啦反正所以我們才賣40幾 這一台 都沒有的我們要賣50幾60幾 大概是這樣子一樣的手法 再一個就是 也是類似這個 他在網路上他跟我講說他在網路上看到一台這個artist 2016年的artist 賣30幾萬 我跟你講2016年賣30幾萬已經很便宜了 如果他有找問我就說你可以不用去了 但他去了 好不管他去了看了以後 果真業務跟他講說拍謝 這個賣30假設賣36萬好了我PO錯 年份是2014年的 同一台車是他把年份PO新兩年 2014PO2016 30幾萬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用2016去看好便宜喔你就去了嘛 結果他說拍謝我PO錯了 可能是那個一時首級 什麼什麼小 講到最後講一講他就小四個那他這台跑6萬公里什麼什麼 他說沒撞過什麼有認證什麼那還可以買嗎 那你覺得我會怎麼回答 如果說我不是說他的車一定不好因為他車是好的 我只是在講 做生意態度的問題 對不對他連年份都可以PO來騙你 那你覺得後面還有什麼東西他不能騙你 我是會沒信心 如果今天我是消費者我到一個地方 比如說他POiPhone外面iPhone都賣4萬他PO2萬我去他說不好意思我PO不對啦是中古機啦用兩年了啦所以賣2萬 那 你還要在意那支 手機的狀況好不好嗎 我還跟你繼續 交往下去我不叫你吃 對不對 那就覺得你跟老朋友有的職業 怎麼做那兩天給夭壽 這不行這要快跑了 夭壽啊這個一天要吃午餐的六餐的 我怎麼受得了 不要不要 開頭就不順利不美滿了 你還要繼續跟他交往下去嗎 好 那第二個案例是說小事哥我去買了一台車他說這台車這個有在當鋪 借錢 然後說這個他要去清場玩再過戶給我這樣請問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當然我沒有看到車我的回答是這樣 我沒有看到車我當然不知道那車有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假設性的 不管當鋪借錢只要說他 可以過戶到你名下 基本上產權上面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包括你銀行有借貸的話會被銀行設定 那有些當鋪也會去設定你的車子 所以你的車子有被設定的狀況下你是沒有辦法過戶的 無論他前車主 他借了什麼銀行貸款 他借了什麼當鋪 只要那台車可以過戶到你的名下 沒有問題 肩體戰 那基本上產權可以轉移 那基本上那台車是沒有問題的 那第三個是 這一個案例衍生出來的問題就是這以前也是常遇到的 也是一樣網路PO的很便宜 例如剛剛馬三 比如說大家都賣60萬的馬三 他PO40萬 然後你來問小思 小思會說那假的啦 結果你不信邪你還是去了 結果真的 他賣你40萬 小思哥你看你說PO假價錢 你看我真的馬三 跟你一樣年份的我買40萬 合約真的有寫 好問題來了 隔兩天 這個應該要過戶的時候呢 怎麼還沒過戶呢 對方打電話來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因為我們查到這一台車 之前 這個還有欠當鋪20萬 那你可能還要再補這20萬 我車才可以過戶給你 你知道嗎你本來買40萬 他不是騙你去然後跟你說沒有啦沒有啦沒有那台車啦 其實是60萬不是喔 這個又更高階了他跟你簽合約 他讓你看完車讓你試完車跟你收了定金 還真的賣你40萬喔 但是合約裡面有一些條文你如果沒有看清楚的話 這台車如果還有 這個外面有借貸是 你要負責喔 好啦現在過兩天來了 那你20萬你補不補 你一定會覺得我傻了我才補這20 問題來了你不補這20萬 你的定金就沒了 他不是已經PO低價騙你他都跟你簽合約了啦 最近身邊朋友的案例分享二手車廂說身份證傳來幫你省人能不能辦就被送件了 雖然事後沒有簽名但連真的已經有紀錄 那案例怎麼處理對啊 他就是把你拉槽啊 你想買車你就只能跟我買 這也是一個方法 先把你拉臭啊 你如果不跟我買 你到外面你沒辦法送你只能送我這一間 有啊這以前有啊 而且以前更誇張 你說的這個案例是現在銀行有 規範有改了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你們出去外面 我講過我是跟大家分享案例你沒有跟我買沒關係 你去外面辦你要注意 你如果有辦貸款的話 你要去問這個 車行說 那你貸款銀行也好 融資公司也好請問你們撥款的時候會不會電話召會我 這個很重要喔 也就比如說你買了再來車訂了 然後開始再來是辦貸款對不對 貸款過了之後他要撥款到車行裡面之前 他要先打電話問你說你是不是有在哪個車行買了一個車 貸了40萬 那我們現在要撥款到小市汽車囉 請問你 同意嗎 你電話說的時候同意他才可以撥款進去 但以前 有一些融資公司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好不好因為我都是辦比較正統的公司 但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那種融資公司是不用 電話召會的 可是我記得如果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銀行的法規裡面規定這個撥款是應該是要召會 這個我沒有查啦 你們自己去查一下 我記得是要 要召會 你不管去買房子撥房貸 都要召會你說我要撥去 信用 專戶撥多少錢 貸多少錢我今天要撥款 我下午要撥款你有沒有同意 你有同意才可以撥 要有這個動作 但是以前不用的時候 雙證件你交出去 款直接就撥了 以前就常常這個 你去車行說要看一下 他說不然你證件給我 我幫你看可不可以辦 能辦你再買 你就不以為意 好啊雙證件就給他 隔兩天隔三天 車行打來說 誠仙來交車囉 你看這交什麼車 過箭了啊 沒有我只是要辦看看 我能不能辦而已啊 沒有啊都已經撥款了 不然你不要來看啊 砍掉 你車不去簽下個月 車帶就到了你就跳票 再下個月沒繳你就那媽 信用瑕疵 再下個月沒繳你就被動棄 然後他車就給營養脫走 車行沒差他錢拿到了 對不對 銀行的沒有你撥去好啊 他都沒有6錢你撥去 所以以前在 有一些車行周邊 差不多交的到周邊 比如說什麼樹林啊 或者是這個二神道啊 什麼一些地方 路邊你會看到丟一些車其實看起來 蠻高級的 可是為什麼都丟在那邊不動 丟到有時候甚至已經被人家拆東西了 你覺得那個車就沒有很爛啊然後漂漂亮亮怎麼會丟在路邊 我跟你講那有些就是這樣 被強姦以後 沒有去簽車 反正我錢拿到這車已經不是我的名字了嘛 他就丟在路邊 沒問題 他沒要來看啊 丟在路邊 不是貸款要照會但是我現在講是撥款要不要照會 你如果有撥款照會這件事情 他要撥款錢你就跟他講沒有喔 我沒有貸喔我沒有要給他我只是去看一下辦能不能辦而已喔 那你就可以阻止一切的發生因為他們電話有錄音嘛 那你之後 你跟他告上法院你可以說我在電話裡面我明明就跟他講不能撥款 所以我說的是撥款有沒有通知有沒有照會你願不願意撥款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以後你們有出去外面買你要問說那你們撥款會不會先 通知我先跟我講說可不可以撥款 我同意你才撥款你可以問一下幫你辦貸款的銀行 你甚至你可以撥款錢再去車場檢查一下車子 對不對以前有一些會拔東西啊幹嘛的啊你再去確認一下車子 確認無誤隔天打來可以撥款 所以其實這個可以是保護自己啦保護自己 不是說剛剛有人說為什麼我把車行講那麼黑 我不可能在這邊分享車行的好嘛 所以我們只是說在提點說會有一些有陷阱的地方大家注意 那我在這邊聲明我不是說要破壞所有二手車行的 因為我一直希望大家要越來越對二手車有信心 而且我一直強調不一定要跟我買 不是一定要跟我買所以我剛在講貸款的時候 我是講說你們去外面要注意 我不會認定你們一定要來跟我買 但是我也不是要把這一個行業講得很黑 因為我們要分享案例一定是不好的 我都說後面佈到大會 我跟你講 這個李秋車 現在車行 每個人都是這個利益良善 每個都是博愛的精神 希望給大家開到 CP值非常高又好配備又棒的二手車 好不好我們也希望這個價錢 盡量用最優惠的價錢佛心價甜甜價賣給大家 好不好請大家 這個樓上就樓下阿嬤就阿爸 做會都來買二手車 變佈到大會 阿彌陀佛 小事萬歲 全力車是什麼 沒有全力車就是那個 沒繳錢被設定住不能過戶的車 然後他這台車不能被過戶以後他就把大牌拆掉然後拿別台車大牌掛上去開 就是全力車 你如果跟他買你只買到那個 1比1的模型 沒有產權 然後你開開開如果有一天被發現就拖走 大概就是這樣 全力車很便宜 因為你沒有產權 那就很像你去 跟人家買一個房子只有 沒有居住權沒有所有權那種感覺 有停車洗火專用的電瓶跟一般電瓶的 差格因為價錢有落差 此功能的車子用 一般會影響哪些 這個我不知道耶 我只知道說停車洗火應該是一個小電瓶在椅子下面如果是賓室的話 我記得是不一樣的東西啦 對啊那你如果說這個 他是坐在一起的大電瓶那你一定要買專用的 其實停車洗火這個東西 我跟大家分享我是都關掉啦 因為我怎麼想怎麼不對嘛 你想想看喔 你一台車啦你一趟路出去 洗火又發動洗火又發動 那你覺得最傷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油 因為發動的時候噴油是最多的 然後第2個是什麼 啟動馬達 第3個是什麼 電瓶 因為啟動的時候吃電是最兇的 所以 我怎麼想都不對 你為了省那個油 然後在那邊洗火 然後啟動 啪電瓶吃電 然後他媽 帶樹馬達打油噴 然後又開開開又停又洗火 然後又啟動 那麼吃電 大樹馬達打 然後媽油噴 然後開開開 熄火 是不是因為 車子都要 做一些環保法規的那個評測 所以他逼不得已說他設計這個功能 因為停車的時候不吃油 所以他利用這個東西 來 增加他的油耗數字 變漂亮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我們真正在使用 這功能是好的嘛 我覺得那個 浪漫 阿呆又在跟我搶 流量了 貼官方連結 好跟大家講 這個紅甘T 因為版型偏大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我們不推翻貨 因為真的數量本來都是算好的 版型就是偏大 因為 我喜歡 現在流行這種 oversize 修飾一下自己的這個 身形 還有一點潮流的意味 又又又 切開老 大家可以湊湊 類似有一種這種感覺 好不好 才有歐蝦勒 所以他版型本來就偏大了 你不要 覺得自己很胖又買更大 我跟妳講那整件穿得像風衣 哈哈哈 我跟妳說你穿的都不用穿勾 真的內空也不用穿 因為怕人家看到內褲就不要穿內褲 小美爬樹 不要小明會看人家內褲 內褲多掉就不會看到內褲了 大概就類似這種感覺 好那這個 邊聊 我媽一定一堆人跑去拉衣服了 老師 我跟大家聊那個上個禮拜 我們不是有那個 Vios的整理的分享 我主要那個Vios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去跟朋友買一台很便宜 一兩萬兩三萬的車 很多人回來說 其實壞了我再修就好了 可是通常往往 壞是一回事 花錢修是一回事 浪費時間是一回事 我常常在講 他壞在不該壞的地方才是困擾 甚至才是危險 所以我覺得說 一台車我跟大家講 你一台車回來 你要注意幾個大象 那一台Vios其實因為 面子的問題 所以我做了 花了很多錢在於他的外觀 你們有看到什麼車標 什麼皮椅 方向盤 其實這個如果要代步來講是不用花的 我認真講那個是有面子在裡面 我想說 朋友的媽要塞 用得漂亮 不要說把小師買 雖然很熟 但是一台車 好像要保護那種感覺 我們感覺也 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沒有面子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你把那一些烤漆的錢 椅子的錢 怎麼扣掉 其實那台車 其實只有花大概 3萬塊錢 左右而已 以Vios為例 你回來 車況 再怎麼差 我覺得 了不起就是這個 3萬塊左右 甚至5萬塊以內的事情 因為有些人看了以後說都沒加工錢 然後還有一些人看了覺得說我們弄得比較便宜 我們就用Vios來舉例就好了 你買match也好 你有幾個重點你把握住 第一個他漏油漏的大不大 不大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用處理 所謂的大是 他滲油OK 滴下來 打妹 那就要換那些油風了 把油水墊其實很簡單 一台車就有油水墊而已 再來水 水路一定要看他裡面乾不乾淨 清洗乾淨換水幫補 水香精 檢查水管水箱有沒有漏 重要是水棒補 會抓溫度就是 爆水管 爆水箱 水棒補不打 第三個 電 電就最簡單 發電機 發電量夠不夠 電瓶夠不夠 再來 你要帶動壓縮機 帶動 發電機帶動引擎 皮帶換掉 就這麼簡單 以這個Vios來講皮帶很便宜 那一條都嗎 兩三百塊而已 換新的就好 那沒關係 對不對 油水墊 變速箱油 煞車 檢查煞車來另一片碟盤 有沒有漏煞車油 沒有OK 煞車油的管路有沒有漏 沒有OK 搞定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是什麼 為什麼會貼車 我跟你講貼車最常見的原因有幾個 假設點火線圈 有四支的話 很少四支都壞掉 幾乎不可能 了不起就一支或兩支 一台車如果一支 點火線圈或兩支 點火線圈壞掉 你還可以開 只是開起來 卡卡 不會走 但是車子還可以移動 所以 如果還可以移動狀況之下 就是足夠我們有時間 開到修理場去檢查 那我們 覺得還OK 所以點火線圈反倒你不用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當然希望它是好的 那車子會掉下幾個原因 第一個 我覺得最常見的 汽油幫浦 我跟你講汽油幫浦最難預測 我們在賣二手車的時候 我們最怕的就是汽油幫浦 你知道嗎 汽油幫浦這種東西 你擦電腦他不會告訴你汽油幫浦是好的還是壞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 畫戲的戲 就跟你的這個 女朋友跟你翻臉一樣 前一秒鐘還在跟你親親我我 這一秒鐘已經翻臉甩門走了 你知道嗎 所以汽油幫浦其實是最難預測的 真的啦你很難去了解你的汽油幫浦什麼時候要壞 你包含我們 包括修理場師傅小陳都一樣 汽油幫浦是最難預測 然後再來一個你看喔 會讓車子叼掐大概就是我遇最多汽油幫浦 再來一個叫做啟動馬達 你停好要發 看不打 他就死了 可是我的經驗是 啟動馬達是有徵兆的 就是例如說你的車遇到某一些時候你覺得 不是一點就糟 你覺得怎麼 那個打的那個聲音 已經變慢了 那發電機 有人說發電機快掛你可能你的大燈就會變暗 你的儀表板燈室內燈都會變得燒暗 甚至這個有時候亮有時候暗 會跟著那個壓縮機啟動以後 怎麼壓縮機啟動你的室內的儀表燈就忽然按了一下 那就代表有可能這個壓縮機吃重電 或者是你的發電機快掛了 所以其實電的問題他們都說要去注意這一些 你的儀表的燈光 你的大燈的燈光 那可是你要非常的敏銳 你要像我們 常在開車會去注意這些東西 要不然你如果神經比較大條的人 其實 你有時候不知道 所以 車子要叼掐就是幾個 發電機掛掉叼掐 那啟動馬達的叼掐還好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是靜止狀態 所以不會有危險的問題 但是你可能加完油 不發了 這是最常見的 啟動馬達壞掉有個徵兆就是 熱的時候 他齒輪本來已經打不快過去了 當你熱了膨脹 整個卡住 所以 你開得很熱然後你現在熄火加油 加滿油你要走了 不會發 因為他脹了 脹起來了 所以以前我們在用土法煉鋼 我如果加完我們以前在二手車常常遇到加完油 我都拿那個礦泉水去淋那個 啟動馬達 真的跟膏一樣要破冷水 然後希望說 讓他熱脹冷縮縮縮了之後 可以轉過去然後就趕快去修理場 這個以前我們常遇到啦 所以不要常常沒油才去加油 沒有錯 新車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以後你搞不好賣掉他都還不會壞 但是你接手是二手車 汽油幫補已經是二手的東西已經被用好幾年了 他是浸泡在汽油裡面 在散熱 所以你常常讓他露出來 露出半個龜頭 他沒有汽油可以散他熱 他就一直減短他的壽命 所以通常老車我都建議你們 三分之一油就去加了 剩下四分之一的油就趕快去加 不要等油燈亮 所以啟動馬達有人說敲一敲就動就跟我破冷水是一樣 以前都是破冷水掛敲他 可是很多人連啟動馬達位置都找不到 他就是一個 渦渦的有一個頭那種感覺 渦輪掛掉應該是不會掉車 渦輪掛掉應該是你的車子變成沒有渦輪的自然進氣車 開起來會很沒力而已 你渦輪管路壞掉或渦輪的 葉片斷掉 應該還是可以開只是開不快 15年前的老車小事有建議把水 相管全換新的嗎 這個東西要看你這個車還想開多久 你的經濟狀況 當然我建議很多我們都會建議你15年如果不是對他真的有愛 經濟狀況可以都建議你換新的 因為新的至少安全等級也更高 那你也更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在他身上 那你如果對他有愛 你還想再開他3.5年當然你花點錢 把他整新是OK的 我跟大家分享 上次我有一台Volvo的客人 那客人真的他跟我買了 買過兩台車 然後他買了Volvo有渦輪的柴油車 他說渦輪壞掉了 我說渦輪壞掉 你怎麼沒跟我講 他說沒有我想說你們也忙我也忙 所以我車就開去原廠 他去原廠換了一個新的渦輪8萬塊 這個我也不怕Volvo來找我 因為事實有發生 結果呢 花了8萬塊之後 開起來一樣 沒力不順 所以代表什麼 不是渦輪壞掉 結果他原廠給他換了一個新的渦輪 然後他問原廠說怎麼辦你要把我用好 這可能我沒辦法你要去外面 看 我在這裡開8萬換了一個渦輪新的 車跟以前一樣你跟我說你沒辦法 我是轉述客人講的啦 結果到頭來他還是把車牽回來了 我跟大家分享 後來我一簽到我的保修廠 保修廠馬上打電話來說 不是渦輪壞掉 你救的那一顆去把它拿回來 然後我馬上跟客人講 那客人就是他也忙 他說不要算了啦 都已經 換掉了 問他人家可能也丟掉了什麼的 他就懶得問 沒關係 開了就開了 後來是什麼 渦輪壓力開關 壞掉我記得好像1萬多塊 而且我還幫他用福特的 因為比較便宜 差一半的價錢 跟渦輪一點關係都沒有 修好了 有時候我都覺得怎麼有這種事情 當然我不 因為我是聽客人的一面支持 他跟我講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不是說我們有沒有賺到這個錢 覺得對客人覺得 不值 最近 我也遇到一台328GT 我前一陣子賣的 我跟你講這個也是蠻扯的 冷氣不冷 客人回來 那當然我們保固我們這個保固是沒有第二句話對不對 柯P就在跟我討論 他說 這個 我忘記正確數字 我舉例 反正 假設原廠報的價錢跟外面差6000 他跟我說是這個冷白 冷白冷白要換 反正整個 冷氣管路加清洗怎麼修下來 貴6000左右 然後柯P就在跟我討論說這是要外廠修還是去原廠修 那我想一想 我們也不好意思對不對 客人這個才跟我們買一個多月冷氣這樣 現在壞掉我們保固我們要給他弄 我說用比較好就好 我心裡就是想說用好一點就去原廠弄 你知道多扯嗎 去修了幾天然後叫我們去簽車我們弟弟去簽 才從服務場開出來 冷氣就不冷 然後再開回去沒有人理他 然後我們弟弟在那邊找找找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人願意理他說這個還是不冷 然後車又留著我們弟弟又回來了 好過幾天又修好了又去簽回來這次冷了 交給客人也冷了OK 客人開沒幾天又不冷了 又開回來 我們對那個客人很不好意思一直回系列 我跟你講這東西是這樣 我們已經要給客人更好的東西去原廠修了我就是 為了要給客人更好的品質 我寧願貴一點去原廠修喔 拍冷蓋 一次在 服務場門口一次客人回去又不冷 好我跟你講前兩天上個禮拜又 又弄好又交給客人 我再看看這次客人多久還會不會再回來 那我們也跟客人講啊我說 這個 我也是受害者你知道嗎 這已經不是小事給你的東西好不好的問題嘛 我都已經送到原廠了耶 原廠應該算最高標準最高規格了吧 然後他要這樣 不能兩次我有辦法 有時候我們真的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蠻幹的你知道嗎 我早知道我有跟柯P說 早知道我們就比較省的 省的幾千塊我們外面修理搞不好已經好了 也不用兩次三次 所以有時候我們反而幫客人要花多一點錢 是在替自己製造困難你知道嗎 我不會一昧的去 鼓勵大家說你一定要回原廠或去到外廠 我是認為這樣 因為有些人喜歡原廠的服務 品質嘛 所以我們不會去說鼓吹說你一定要去外廠 不要去原廠 去原廠攀納 我們不會去講這個 其實我還是會認為原廠是 最高規格的存在 你懂我意思嗎 不管他的 修理的技術 他的電腦的診斷 修理的這個 knowledge 服務品質 一定都要是最棒的嘛 你是最高貴 你價錢也一定是最貴的嘛 你是最高 標竿 我都已經回到最高標竿 你還會這樣 不是我們 我們喜歡 說 上面 好像 叫別人 不要去原廠 去外廠 我不會 我真的覺得 紅甘隨人 你想怎麼樣 你高興就好 真的都沒有關係 我絕對不會鼓吹你回不回原廠 凡事都一體兩面 一體三面 一體四面 一體五面 八面 翻來翻去好幾面 所以不一定什麼是好的 好不好 只是說 有遇到一些狀況就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現在的車配備這麼多電子車被過保建議去外面維修嗎 我跟你講 我 最後分享一下 有人這樣問 其實因為原廠現在一直在更新他的行車電腦 資訊 所以你外廠必須要一直跟緊那個設備 所以你如果要到外廠 維修電子設備的話 你要去確定他有 對應你的車子的年份的電腦儀器 那他 測出來才會是準確的 因為其實 外廠跟原廠我覺得差異最大其實是電腦設備 那個就很像 大家一直在 更新一直在升級 那你很多的外廠他如果生意沒那麼好他沒有 辦法一直花錢在升級這個電腦設備 所以有很有可能他的電腦設備會根本 分不上你的車子的年份 所以你一定要很確認說 這個車廠他有對應你的 行車電腦的診斷的設備 你再去 簡單講就是這樣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晚安 下周見 拜拜 小事萬歲 大家晚安